末法时期这一开端是什么现象呢 你学的不对 我学的乳法 你学的才不对呢 我的乳法 什么意思呢 斗争坚固 这是末法的现象 这不是讲社会啊 社会就更乱套了 这些串门讲的学佛人当中 斗争坚固 什么意思 纷争四期 争的是什么呢 争的都是法 所以不是最近才开始争 已经五百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 末法第二个五百年 开始了 2500年过去了吗 五百年过去 第二个五百年 要乘于二了 就是斗争接下来 会越来越坚固 什么意思 众生的心 是非太多 以这个心 来学佛 依然不例外 拿着佛法 作斗争 以佛斗 与法斗 与生斗 与居士斗 其乐无穷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大家认为 这个就是一种 护法的做法 正正有词 我这是护法 没见 没见委托菩萨 天天拿个金刚柱 敲人脑袋 发愿护法的菩萨 尚且没这么做 但是末法这个现象 会一直延续 所以 这样一种现象 这样一个时代 佛早就说过了 没错的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要清楚了 看到 听到这些现象 不必大惊小怪 很正常 法门之间的斗争 很正常 准确地说 法门是不会斗争的 两个门他们会打架吗 他们会吵架吗 不会的 开门的人会 这个要说清楚 为什么开门的人会呢 看到有人从他的门进 不从我的门进 不行 我得说说他们 让他们从我的门进 否则我这门冷落了 因此 我得说 那个门 至少我得说 那个看门的人有问题 斗争在人 而不在法 这一点要说清楚 不要绑架法门 那么当前我们看到的 种种对法门的这些观点 看法 仅仅只能说明某个人 他自己的理解 是这样的 它不能代表某个法门 它不能代表某个法门 你会变成是一种 能否则我这一半 是真正的